中非在南海的争议 这个是大陆的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有说 7月27号 中非有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安排 那么就是呢 允许菲律宾派了名船 对于这个仁爱交舰运送生活物资 当时中国海警呢 有在旁边全程来监管 主要就是因为希望菲律宾能够信守承诺 好 大家都知道呢 在7月21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呢 已经针对这个马德雷山号运捕安排 达成了一致哦 有几个共同的协议 但是呢 大陆的媒体认为说 关键是菲律宾并没有提供所谓的细节 推测是因为没有太多的选择 被迫签了这个协议 好 当然呢 我们来看到 现在东协的外长会议正在登场哦 7月26号 王毅有在辽国跟这个菲律宾的外长 马纳罗见面 当时呢 其实两个人这个气氛呢 火药味是蛮浓厚的哦 因为呢 王毅说了 菲律宾如果引进美国中岛系统 将会制造地区紧张对立 那么就会引发军备竞赛 而且直接说了 你中非呢 已经达成了仁爱交的运捕问题 临时性的安排 希望菲律宾 你不要再出尔反尔 也不要再反复倒退 节外深知 否则呢 中方必将给予坚决的回应 因此公众号牛弹琴就认为说 王毅有其实有跟各路的外长见面 在这场的会谈当中 火药味是最浓厚的 东南亚国家 其他国家跟中国没什么矛盾啊 也没什么冲突啊 都很和谐啊 你说菲律宾跟中国什么了不起的矛盾吧 也没有 都是因为小马可是跟美国人勾结 想要拿菲律宾的国家利益 来满足他个人政治跟家庭财产的私欲 所造成的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去煽动菲律宾的民族主义 来争夺仁爱交的领土主权 想太多了吧 想太多了 因为中叶岛不是被你拐走都没找你算账了 而且菲律宾在南海租群岛里面 占有的数字还比中国加台湾还要多 这是要不要我们抢回来啊 这个台北不争气啊 那就看北京会更争气啊 我也主张把他抢回来啊 没有抢你的都不错 你还来抢我的啊 这个哦 就跟那个幼稚园里面啊 那个小孩子抢饼干一样 你明明自己手上握了一大堆 你还抢悲人的 我要讲一大堆理论 他就不敢问一个核心问题 仁爱交领土主权到底是谁的 很清楚啊 菲律宾啊 中国有人爱交的时候 菲律宾还不是国家 你不是国家 你就没有领土主权可原 你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你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后来西班牙在美西战争打输了 把菲律宾像铜氧席一样 两千万美金卖给美国 两千万美金 你菲律宾真便宜啊 真贱价啊 两千万就卖掉了 卖了以后有一张图啊 那张图的领土领海界限画得很清楚 就是没有人爱交 那当然不是你的啊 后来你从美国的殖民地独立成果 不是你的 你现在说哎呦 我有200海里的海域 所以岛上都是我的 哇如果中国这样搞的 那中国的领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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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也是 对啊 不是这样搞嘛 对啊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菲律宾人就是为了要�own来挑衅中国 中国不敢怎么样嘛 中国不敢怎么样 对不对 當然不至於打到你馬尼納馬 可是你要靠近人耐焦 來一艘 滅一艘 滅一艘 煙一艘 燕利簽這個禮食性安排 就是美國也不想管 不敢管 你看美國有些軍人 什麼什麼司令講話講得很大聲 我跟你講 會叫的狗不會咬人 那種悶聲不響的狗 才會咬人 你看大陸哪一個司令出來講話 沒有啊 悶聲不響 連海警船司令都沒看到人 對不對 你來啊 但中國還沒有越南那麼猛啊 你靠越南馬上開槍了 越南會跟你玩這個遊戲 越南佔的島礁最多 重要的是說 簽了這個臨時性安排 那至少菲律賓在第一次 來補給的時候 有符合這個規定 用民船 不是用軍船 也不是用海警船 就是用民間船隻 這就對了嘛 你要補給已經夠給你面子了 本來需要讓你補給嘛 要不然你把兵撤走 不然你餓死吧 那個地方沒有淡水 你也活不下去嘛 都讓你補給啊 補給剛才這個 立將軍講的 就是要有礦泉水嘛 不然你喝那個 那個南海的水能喝嗎 對 只要用民船補給 那全程監控 然後還沒有上船跟你檢查 對 我覺得就應該上船檢查 對 檢查看看 立定規矩 不管你民船來 軍船 海警船來 通通來檢查 這建立 一檢查是主權的象徵啊 你現在只在旁邊監控而已 我覺得北京已經夠浪步了 那這個菲律賓的外長 當然想說臨時性安排 應該壓力很大 就是說馬德雷三號的那些 菲律賓的軍人 如果再不補給的話 他渴死在那邊了 所以 這個像這個北京 這個退讓 低頭 那你怎麼知道菲律賓 不會出爾反爾 我跟各位講 一定會出爾反爾 你要要求菲律賓 守信用 那比什麼都難啊 比什麼都難 所以這個棒子 狼牙棒牙隨時準備好 不乖的時候打屁股 這一定要做的 那這個至於所謂中島系統 只要美國沒有在菲律賓駐軍 中島系統在菲律賓就無法 無法部署 上次拿走了也是這個原因 我看法跟別人稍微不一樣 因為美國現在還沒有準備 要在菲律賓駐軍 所以雖然菲律賓有九個美軍基地 加起來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都是看門的啦 保安的啦 沒有了嘛 你想想看 九個機一個人 一個機率十一個人 他能幹嘛 對 重點是 如果你有一個中島系統在那邊 你二四小時輪班 一班最少要十個人嘛 二四小時輪班 你至少要準備個四五十人嘛 不然怎麼輪秀 那美國有要準備 一個中島系統的一個小小的部隊 在那邊沒有 所以演習之前搬來 派遺署人在那邊看著 演習之後拿走 這個 他從此在測試的數據 在海洋氣候裡面 這種提風系統 到底管不管用 有這種測試的功能 但是他這個時候 不會長期放著 因為演習結束 部隊撤走 就要把這個中島系統的人 撤走 他絕對不會把中島系統 交給菲律賓軍隊嘛 不會嘛 你交給菲律賓軍隊 不管有沒有搞不好 就被弄搞砸了 搞砸了不說 中國個人可以找理由啦 你部署中島威脅我啊 那我很簡單 我就在黃岩島填海照路 直接威脅你馬力拉 你要怎麼辦 看誰比較近嘛 你說你的提風系統 裡面的所謂的 這個可以打160公里 有這個戰斧巡弋導彈 黃岩島田裡田喔 不用什麼1600公里 100公里就打到了 所以這個不要去做這種 沒有意義的軍備競賽 人家為什麼要什麼 軍備競賽 就有重大戰略利益 什麼重大戰略利益 沒辦法啦 你的軍隊跟我軍隊 就是隔壁挨著啊 像歐洲有沒有 以前華沙公約 跟那個北約 就是挨著啊 我裝他線上面 這邊我裝潘星導彈 你在那邊裝什麼導彈 他的比賽 可是 中非沒有這個道理啊 你菲律賓也不是這個對手啊 你菲律賓也沒有這個行情啊 那你都沒有 你就根本不不調幹什麼了 所以 菲律賓聲聲嘴巴而已啊 對不對 那王毅講得很清楚啊 這個 我反例一下 一菲律賓最好乖一點 對啊 二 不必要為這種事情吵架 你也沒太多的選擇 事實上是這樣子啊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中國是打一種 長期賠公子讀書的一種策略 你翻哪一頁我就翻哪一頁 你要玩什麼我就配你玩什麼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